主打歌Send Me Free 在韓國音樂榜表現不佳 首日Man Run榜成績83名 昨天就直接跌出前100名 對此韓國玩偶呈現了兩塊反應 一部分認為新歌不符合 大眾口味很普通 個人認為成談7年了 全身時期也差不多要過了 TWICE出道快要滿9年 長時間以來 他們都不間斷的勤奮回歸 為了就是要讓WISE們 隨時都能看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如果喜歡我們 可以追蹤一下我的IG 還有我的IG 還有特異波的IG 沒有墨子 超沒墨子 嗨我是Demy TWICE是我非常喜歡的三代女團之一 對於他們現在在KPOP上的成功 我真的也是替他們開心 那其實他們出道這麼多年 有很多精彩的歷史 要來好好跟大家回顧一下 所以各位WISE們 那就讓我來為大家獻上 經典三代女團TWICE的榮子 如果你喜歡KPOP 各種韓流大小事 歡迎訂閱一下我們開啟小鈴鐺唷 大家知道其實 JYP最早要推的最強女團 其實不是TWICE 而是Six Mix嗎? 2013年 JYP宣布 將要推出Six Mix的六人女團 那會叫Six Mix是因為當時JYP的765新人項目 那就是Ga7 然後Six Mix 以及Fight Life 就是現在的Day6 老實說我覺得是一個超奇怪的新人項目啦 有點爽 對 對 不好意思說出來 當時的成員有納蓮 致銷定員及其他三位成員 原本已經準備要出道 甚至都出演了廣告和MV 但2014年遇上韓國的四月號事件 因為這場國難加上種種因素 JYP決定延後出道計畫 之後成員退出 SANA加入後成為Six Mix 2.0 結果後來又迎來第二波的成員變動 JYP直接推翻Six Mix計畫 在經歷過這坎坷的出道過程 JYP決定改以選秀節目Six Team 來選出新女團成員 Six Mix 剩下的人全部都參加選秀 此時JYP才宣布新女團名為TWICE 經過三個多月的節目競爭 最終選出了納蓮、定顏SANA、至少Mina 都嫌采音7人為TWICE的成員 之後JYP為了讓團體更完美 追加人氣票選第一的紫魚 和舞蹈實力堅強的Momo 最終他成團現在完美的九人TWICE 大家 JYP代表劉高威哥 TWICE 2015年10月7日 JYP公開首張團體預告照片 10月20日正式出道 推出首張秘密專輯 以及主打歌 Like Who Up 閃亮登場 帶來TWICE人生第一個舞台 展現活力實質的少女風格 沒想到TWICE的成員在出道前經歷過這麼多事情 而且你看 智智校那時候都練習生當了10年 小朋友都10歲了耶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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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Like Who Up 退出後成績其實沒有很底下 雖然有一位候補 但也沒有拿下打歌節目一位 不過TWICE並沒有氣餒 反而更勤的在寒冬裡跑校園演出 就這樣 在九兔的努力不懈 他們引來了第一道光 音樂開始逆襲登上各音樂榜單前10名 隔年更是登上Mellon排行榜前5名 因為歌曲逆行 TWICE還被強制召回 直接重返打歌舞台 因為Like Who Up 的成功 GYP 趁勝最急 讓TWICE 以第二張迷你專輯 Patch 2 回歸 主打歌 Cheer Up 一推出就拿下韓國各大姻緣PAK SANA 超經典的帥帥帥幹弱 引起了一波模仿熱潮 更在MCOMBAND獲得他們歌手生涯 第一個音樂節目冠軍 歌曲直接的大爆紅 也讓TWICE正式要升為一線女團 GYP 沒有讓TWICE停下 同年再推出迷你三集 主打歌 TT 延續帥帥帥的成功 不僅在韓國引起話題 也打開國際市場的大門 美國Bill Ball 登上專輯第三名 及世界單舉第二名 日本公信榜也獲得海外音樂榜第一 和專輯排名第十 Cheer Up TT 都代表著TWICE最重要的里程碑 也為他們大赦女團之路 墊下漂亮的基石 講完這兩首歌 是不是就湧起 當年超狂的TT跟Cheer Up的風潮 等時候走到哪都聽到了 全世界都在笑在笑 全世界都在提提哭哭臉 好啦 接下來繼續為大家回顧TWICE經典歌曲 TWICE在推出主打歌 Knock Knock 同樣贏得了眾多的獎項 緊接著超能力的Signal 退出也迅速跟上各大音樂榜首 最終累積12個冠軍 歌曲不斷撐慣的TWICE 2017年正式進軍日本 推出了日語精選專輯 可以說是毫不意外 一發行就收到大眾的喜歡 也成功打開了日本市場 在東京體育館舉行的出道Showcase 吸引了萬名粉絲前來觀賞演出 好成績還不止這樣 10月發行的日語單曲 One more time 更是創下韓女團日語單曲首日和首週銷量的新紀錄 甚至獲得了白金唱片認證 也是當時首個獲得認證的韓團 廣播他們在日本市場的地位 那這個日本白金唱片 它是由日本唱片協會認證的一個頭銜 那它就是以銷量為基準 總共有5個集聚 金唱片獎就是10萬 那白金唱片呢就是25萬 那雙金唱片就是50萬 三百金呢就是75萬 最上面就是百萬銷售 所以他們能得到白金唱片是真的非常的厲害 結束了日本的活動回到韓國 馬不停止推出主打歌Like it MV呢只花129天就破兩頁觀看 創下當時的女團最短時間新紀錄 也迅速再登上美國Billboard世界專輯榜和單曲冠軍 TWICE超高人氣 更受要參加日本NHK紅白歌合戰 成為表演嘉賓 接著推出的主打歌 Hot Shaker 和日語單曲Candy Pop 都獲得相當好的成績 TWICE他們是2017年 就是當年獲得最多音樂節目一位的團體 他們也拿下日本金唱片大賞多個獎項 就是他們在日韓的人氣真的是相當的厲害 而且還被韓流白皮書認證成為韓國三代女團的代表 我可以說我覺得这就是他們超級無敵全勝時期 接下來2018年的 What is love 也繼續在各大音樂榜單名列千貓 7月再推出夏日感滿滿的 Dance The Night Away 很像席卷榜單 9月推出的日语正规专辑 有让TWICE获得了日本白金唱片认证 成为第一个连续五次获得白金香香的韩国女团 TWICE用自身的魅力巩固他们在日本市场的发展 年末在登上NHK红白歌合战 9兔成为当年最具代表性的女子团体之一 时间来到了2019年 他们发行了第二张日语专辑 一举夺下热门专辑 下载专辑以及畅销专辑三榜的冠军 由此可见TWICE在日本的超高人气 为了也照顾到韩国粉丝 马上又以新专辑FancyU回归 主打歌Fancy 展现更成熟的音乐风格 也受到广大的好评回响 童年展开世界巡演 坚定TWICE作为全球性女团的地位 讲到这里是不是觉得 TWICE一再回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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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闺定不是暂停演艺 還在TWICE日本舞台 驚喜回歸舞 巡演一結束 又接著發行迷迷專輯 More & More 同名主打洗腦的歌曲 延續了他們的音樂成功 10 月發行正規二集 Eyes Wide Open 展現他們成熟多變的風格 但定員也對緊湊的行程 感到極大的緊張和不安 因此JYP 宣布 定員暫時不參與正規二集宣傳活動 將專注修養 主打歌 I Can't Stop Me 韓語和英文版在歐美都獲得了很大的關注 官方MV 觀看次數也很快就超過了2億 那其實因為2020年的年初 JYP 已經和美國公司簽約了 那他就是開始為TWICE 進軍美國開始鋪路 所以他們年底就是 推出了英文版來試試水溫的概念 等待了近半年的時間 2021年TWICE帶來全新迷你專輯 Taste of Love 空降美國Billboard 200 專輯榜第六名刷新自身記錄 定員跟著團體回歸 Alcohol Free 也完美的展現了夏日清涼感 不過定員的身體可能還沒有完全調適好 在舞台上出現了快要暈倒的樣子 但TWICE的成員都陪伴著他 SANA也會在舞台上牽起他的手 SANA也會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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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到定員的狀況一直沒有改善 所以馬上要因為心理健康問題 暫停了活動 WISE們都希望定員能好好的照顧身體 緊接著TWICE推出了英文單曲 The Feels 繼續拓展歐美市場 復古美式及輕快的歌曲 也讓TWICE人氣持續暴漲 隔月再發行了正規三集 Formula of Love SANA也會在舞台上 年末發行日本單曲DONUT 並展開世界循廢演唱會 SANA也會在舞台上 甘惡版本 這年TWICE不僅在音樂榜單上屢創佳績 還在全球各地擴展的影響力 尤其是The Feels 也讓他們在國際市場更受矛目 TWICE成功在歐美市場站穩地位 與議員JYP的美國夢 所以JYP的美國夢 是建立在TwICE的健康上嗎 oh my god 雖然《Formula of Love》這張專輯呢 獲得Gontraught雙百金認證 銷量也達到了80.8萬張 漢姐成為首個獲得四張雙百金認證的女藝人 不過主打歌Scientist 因緣卻不如以往的亮眼 照理說包含在內的15首歌 及兩首數位限定單句 應該能激起不只有粉絲 而是網友的關注 但是發行第二天 沒了因緣成績一路下滑到95名 和以往發歌都近前十年水準差距很大 就有網友表示 國內粉絲好像少了很多 最近的歌曲有點可惜 甚至推測是否因為太頻繁回歸 而導致外界失去新鮮感 不過另一派網友則是認為 因為twice以前的成績太厲害了 大家才會這樣 不管怎麼樣 只要粉絲們喜歡就可以了 雖然網上不斷傳出twice人氣下滑的聲音 但他們三月發行的第四張日本精選專輯 在日本還是獲得了超高人氣 成為第八張在日本公信榜 周榜奪冠的專輯 更在日本東京巨蛋連三天開場 So I really really love you 童年也突破了K-POP界的七年魔咒 全體和JYP續約成功 延續濃厚的緣分和義氣 公司也表示將全力支持twice的成長 twice 再成長 續約後的twice 在隔月帶來了迷你十一集 Between 1 & 2 預售更是漂漂亮亮的突破100萬張 成為他們首張百萬預售專輯 海空將Belbo 200 第三名 並首次登上了Belbo 藝人擺牆榜冠軍 twice 用他們的實力展現了對歐美地區的超高影響力 Hi we're twice 重新早已轉往海外市場的twice 在2023年初帶來了英文單曲 Moonlight Sunrise 回歸 等一下他們第二次進入了Belbo 100 接著就開始第五次世界巡演 Let's go 三月推出了迷你十二集Ready to be 翻譯預售量也創下自身最高紀錄 突破170萬張 不過主打歌Send Me Free 在韓國英元榜表現不佳 首日Man人榜 成績83名 昨天就直接跌出前100名 對此韓國玩偶呈現了兩派反應 一部分認為新歌不符合大眾口味很普通 個人認為成談七年樂的全身時期 也差不多要過了 一部分認為 twice 近幾年都在海外活動 才導致韓國國內樂度較低 但支持的粉絲都表示 twice 不斷的活動推出新作品 這樣就很心滿意足了 雖然韓國英元表現普通 但twice 在海外依舊擁有超高人氣 尤其是在美國 點唱會幾乎是常常收奧 能容納8萬人的場地更是整場做滿 還登上了美國知名成間節目 今日秀 成為第一組跟上該節目的K-POP女團 twice 在海外的熱門程度 也一甩人氣下滑 全盛時期過之說 今年也華麗的推出迷你13G 先行曲 I got you I don't want you got me I got you 接著也發行主打歌 One Spark 歌曲充滿了對夢想自由和青春的渴望 還回顧了過去twice的點點滴滴 我們有做彩蛋可以看一下唷 又讓大家看到更成熟且不一樣的twice 他們也成為首個在日本熱門單曲榜 達到一千週上榜的外國團體 老實說我覺得twice一點也不用擔心不紅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久人久色 而且他們所有成績也都非常好 然後像Misamo 就是小分隊出道也在日本碰到爆炸 又開始巡迴了 哇 很像是 很快欸 對啊 所以說他們全盛時期過了 我覺得你們看看這些成績擺在你們眼前 不要亂講話啊 對啊誰不好 你才不好 你全家才不好欸 twice出道快要滿九年 長時間以來他們都不間斷的勤奮回歸 為了就是要讓Wines們隨時都能看到自己的精神支柱 他們總是用最陽光的笑容療癒所有人 不管音樂成績如何 都無法否認他們帶給粉絲們最好的能量 盡心盡力地照顧好全球的Wines們 就算有人說他們人氣下滑盛況不在 但相信在所有Wines心中 Twice絕對是無可被取代的經典三代女團 每個時期的他們都是最棒且最美的 就像Phil Special 李智肖唱的那句 無論世界怎麼打擊我 就這樣嗎 對 怎麼了後面沒有了嗎 沒有他後面不再講這個 但是我覺得他這句話蠻讚的 他這句話就是給Twice跟Wines們 都可以帶來很大的安慰 真的很希望Twice未來可以持續走花路啦 其實他們在他們這些歌曲裡面 都有慢慢的隱性的闡述自己的一些心 雖然他們不是很會一直去講這些事情 但是大家都可以知道他們這 哇九年了吧 是相當的不容易 他們真的是高強度的在頻繁回歸 那為了就是什麼 為了就是讓Wines們可以持續一直看到他們 其實我覺得身為Wines非常幸福 因為他們隨時會一直在螢光幕面前出現 你就又有新歌可以聽啦 就覺得哇好羨慕喔 但還是真心希望就是大家 各成員們的身體 就是真的可以照顧得好好的 然後也可以繼續出產很多很棒的音樂 而且Twice的歌真的是我心中覺得 每一次聽都會覺得心情很好的 他們的歌有一種魔力 就是正能量 他們給人的感覺就是那種 陽光 然後開朗 然後歡樂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聽他的歌 我就會先想到Sana 就是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就是Twice的感覺 這就是他們帶給我們最棒的一個 好的能量啦 那最後要來預祝Twice九中年快樂 那今天在場有多少Wines啊 來和我分享一下你最喜歡的Twice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你最喜歡他們哪些歌曲呢 趕快去留言區和我們討論留言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如果你也想要補充一些關於Twice的很棒的東西 也可以留言給我們唷 掰 因為我之前都會聽他們整張專輯 日專的歌都超爆好聽 就是超級無敵好聽那種 所以他們的聲線其實超適合唱日專的 對我超推大家去聽他們日語專輯 就是每一首都覺得都是可以當主打的歌 就是很讚 富王菲他們在日本耕耘多年 真的推薦大家去聽一下日專 他們會在日本紅塵這樣不是沒有道理的 好啦狗狗一直在叫 他叫我們趕快下班耶 好啦 掰掰